再過兩週就是國慶了 國軍也有不少的預演活動 先帶您看到 今天雖然雨勢不少 但是空勤總隊上午依舊是按照規劃 由黑鷹直升機通過了府前的廣場 來進行盤旋的測試 接下來到10月8號為止 還會有三場 包含F-16戰鬥機雷虎特技小組 都將以兵力預演的方式 通過台北市的上空 在國慶當天帶來最完美的演出 空勤總隊黑鷹UH六動M直升機 劃過總統府前廣場 以盤旋方式測試風力 雖然下著大雨 但演練不馬虎 以反恐為目的 特勤人員這次也首創府前垂降 雖然現場風強雨疾 也沒有實際垂降 但依然感受到黑鷹氣勢 依照國防不實成 接下來包括F-16 以及雷虎特技小組 還有三場空中預演 另外地面操演 預演的憲兵快反連 都在深夜排練 十月八號則是三軍 躍移隊預演 臺灣預演如火如荼 中國軍方也沒閒著 十枚東風十一飛彈 同時發射 摧毀機場 跑道機堡 中國解放軍報官方微博 二十四號發布一段 東部戰區火箭軍的實戰化 訓練影片 恫嚇意味明顯 沒想到喔 這支影片卻被抓包 兩端畫面都跟二零一六年央視公布的火箭軍大演兵畫面相同 疑似是移花接木 連地點都不在東部 在隔壁沙漠 不過二十七號 對方軍機再度入侵 我國西南空域 已經是廣播驅離記錄連續第十二天 中方動作頻頻 文攻武嚇不間斷 華西新闻 這裡紅杰 台報道